今天特别有趣的就是彩排的时候 我穿了一个短裤嘛 是比较那个 然后我进去之后 我看到那些音乐家 他们觉得 因为毕竟就是他们还是一直都是在 古典音乐的那个范畴 他们觉得 有点像一个小朋友 然后很放松的就进去了 然后当我唱歌的时候 我能从他们的眼神里面 感受到那种鼓励 然后那种 大家我们在一起 既然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音乐形态 不管是东方的还是民间的 但是站在一个舞台上 我们就融为一体的 大家都是相互脱秤的 相互彼此 就像呼与吸一样 就是有呼就有吸 所以说我们在一起 短短的大概十多分钟 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体的 所以说他们在眼神里面 在音乐每一个乐剧里面 给我的支撑也非常的大 让我变得更自信 这个是世界上号称是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 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很舒服 而且最让我感动的是 我昨天跟今天都步行出去散步 我喜欢到每个城市去体会那个地方的一些民俗 我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的街头的流浪艺术家 他让我很感动 而且我们每看到一种艺术表达的时候 我都会热泪盈眶 所以说我就觉得 你想其实从这些细节就能感受得到 其实墨尔坦的人是特别幸福的 所以我们在这些细节就能感受到